那么最近几年其实我们发现当中国 元巴的工程越接越多的时候 其实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遭到袭击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刚才我说这个搬车就已经两次 对中国人的一个恐怖袭击 那么这应该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大家知道不久以前 应该几个月之前吧 这个有一个中国公司的 这个员工的一个也是一个搬车 这个在路上这个被引爆 然后应该是当时我记得不错的话 应该是九个中国公民遇难 那么这一次呢 制造到目前为止三个中国公民遇难 是一个孔子学院老师们所做的一辆 校巴 一辆搬车 那个好像是被一个 女性的恐怖分子 自杀式袭击引爆 他那个汽车应该是经过这个校 学校的时候 然后就帮了一下引爆 那应该说这个恐怖分子 自杀式袭击嘛 但问题这个事儿呢 其实很严重的 我觉得 第一呢 他已经是连环了 已经发生在两件事儿 应该说没有直接联系 但都发生在巴基斯坦 都发生在我们巴铁这个国家 那我们感觉很心痛 要不然怎么叫铁呢 你铁哥们你不能动不动 就让我们中国公民的血 今天早上这个外交部已经说了 中国人的血不能白流 第二个呢 是他都有都是针对中国人 毫无疑问 而且都是针对搬车 都是针对搬车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怀疑 这背后有一些动机 第三个呢 那我就想说了 其实巴基斯坦官方 这个虽然是巴铁 而且巴基斯坦官方 现在刚刚换了领导人 总理也换了等等 但应该说理论上 他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要不然怎么叫巴铁 巴铁巴铁就是你不管内部 他风云如何变化 他内部自己可以互相厮杀 互为政治对手 但他们跟中国人关系都很好 所以这叫铁哥们 那既然是铁哥们 就要拿出铁哥们的样子 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他的 总理谢立傅已经表示 要严惩 那么要拿出行动来 最主要是下次要保证 那要不然真不叫铁哥们了 我是很心痛的这个事 其实说实在也没什么多好说的 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国家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 这个以前呢 这个他的内部的政治权利 这个虽然跟历届领导人 都跟中国关系很好 从上十年五六十年代 以前的布托和他的女儿 那我们从小就知道了 后来奇亚哈克 奇亚哈克是把布托抓起来 又杀了等等等等 然后奇亚哈克自己又被人 被人推翻 然后后来他虽然他们之间互为对手 互为政敌 而且这种互相政治斗争的手段 非常之残忍 非常残暴 但这个国家跟中国关系都不错 所以由此赢得了巴铁的这么一个美誉 第二呢 他的国家内部呢 不但政情很复杂 而且各种 这个我们先说政情啊 在清华和清美的 应该说存在的两股势力 这两股势力呢过去的在全球化时代 在蜜月器时代应该说还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不是那么激烈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整个的世界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打引号说清华 或者有华吧 和清美的势力之间 就会产生了很多的纷争 第三个呢 他这个国家自己本身内部的 诱发恐怖主义的这些诱因 也非常的初衷复杂 这点说实在美国人对他也很不满意 当年这个911完了之后 就发现有些恐怖分子 有的是从沙特过来的 有的是从巴基斯坦过来的 所以美国当时也对 巴基斯坦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最近几年 其实我们发现当中国 元巴的工程 越见越多的时候 其实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遭到袭击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刚才我说这个 搬车就已经两次了 那么之前已经好多次了 大概这好多年以前 所以我就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 当时我主持电视节目叫 《黄一丹战略》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提出 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太现实啊 就是中国的公民的海外利益 或者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如何受到保护 那么这个保护当然是 你派军队 现在我们这个 今天早上这个事出了以后 我们的很多网友都在说 我们的特种兵在哪里 当然特种兵不可能去保卫我们 在全世界所有的公民 不可能保卫我们所有的企业 这个理论上是要跟海外的 这些 国际的保安力量要结合起来 但是这个国家 这个当事国 他责无旁贷 他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而且我觉得有 有必要把它上升到 一个战略高度 两个友谊高度 你如果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 频频遭袭 让中国公民始终付出血的代价 那我们真不可能成为铁哥们 我怎么能够在铁哥们家里头 就像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 老在我的铁哥们的家里头 我频频遭到袭击死了好几个孩子 你说我跟你家还能是铁哥们吗 这个很多的 这个人的感情 是不能用 这个虚头八脑的东西来 来替代的 另外呢我觉得这个 巴基斯坦这个 中国公民遭到袭击 刚才我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在 历史上 这个也有过很多次 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 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 真诚的希望是最后一次 而且其实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的像我们这样评论员其实对巴基斯坦还是 手下留情口下留情 你包括上次那个 这个校巴那个事件发生之后一样 大家基本上还是尽量的降低调子 有点降低调子 因为我也不想给 巴基斯坦政府 他们还是我们的铁哥们 以太大的压力 但后来发现我们降低调子 我们降低调子是以我们 对我们的同胞 鲜血 我们不表示 哀悼不表示愤怒为代价的 这个对我们的心灵 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对吧 但是发现 巴基斯坦那边在调查这个事的 问题上 进展非常之慢 非常之慢 我只能说 可能是客观原因吧 我不能去把它想成是故意的啊 等等 另外呢 就大家知道去年应该是 就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下榻的一个酒店 发生了爆炸 而且据说就是在这个下榻酒店 这个大使 带了几个随行人员离开以后 发生了爆炸 那么当时一度 是怀疑是针对中国大使 后来这个事也按下不表了 有出来否认的 有出来承认的 是不是针对中国大使 真不知道但是 可以看到在我们称为 铁哥们的这个国家里面 针对中国人 针对中国的 官员 针对中国的 工人 工程技术人员 甚至针对中国的老师 你说谁要跟老师过不去 杀老师的 这是天理不隆的事情 陈出不穷 太多了 那能搞到心痛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还是 强压怒火吧 强压怒火 尽可能的降低声调 但这个降低声调是 以我们对我们的死难同胞 这个哀悼的声调也降低为代价的 这对我们大家都是良心的折磨 真心希望最后一次 如果再有下一次 至少我本人 我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我只能代表我十四一分之一人民 我要攀岸而起了 别怪我那时候不客气了 同不同意 同意的给我点个赞 这个好 结果心情不太好 就先聊到这 咱们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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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